一聲巨響監視器鏡頭不停搖晃 連小貓都被嚇得跑出來 二十三號早上八點二十三分 高雄湖內區加封鋁業工廠 突然傳出氣爆公安意外 超過八百度的鋁蓉液 是灌磨柱形的原料 初不了解疑似是因為控制系統異常 造成降溫水量不足 鋁水一接觸立刻發生爆炸 兩名泰國籍員工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另外還有六名臺灣籍 和外國籍的員工受到了輕重傷 加封鋁業在經濟部的登記 資本額有九千萬專做鋁棒鋁片的製作 以及再製造鋁料加工 不過光是在去年高雄市淮寶局 就針對加封開出了四張罰單 分別有衛衣規定和下游廢棄物 處理廠商簽約 作業沒有上相關網站登記 另外工廠內發現加工鋁製品以外的物品 總共裁罰三萬元 這次發生了公安意外 經過搶救兩名員工人士傷重不治 其他人大面積燙傷都還在搶救中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你好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